我再简单说,信耶稣的人不一定得救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有几样圣经有讲到 真信耶稣是一定得救的 但真信耶稣的人一定有圣经讲的改变 有几样的改变 第一,他会继续悔改认罪 因为在罪中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不同的经文也有讲到这个 第二,他继续信靠耶稣 即是依靠耶稣,不只是一次信 而是依靠的 第三,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尚在耶稣里面,耶稣就是尚在他里面 尚在信靠,即是关系 如果他跟耶稣没有关系 即是不是经常亲近神 看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 讨告,神跟他讲话 叫他不要犯什么罪 叫他怎样遵从 他听话的 那些才是在耶稣里面 然后下一,就是爱神 若有人不爱主,就有人可助我奏 不爱神 即是要爱神的 还有遵从 我讲过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有些人说 我奉你的名传道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唯独进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然后第六,就是结果子 就是圣灵的果子和生命的果子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就讲了三个比喻 十同类的比喻 还有五千、二千、一千的比喻 五千、二千、一千的比喻 五千、二千、一千的比喻 都讲到一千的埋藏 结果是刁在外面黑暗里面 即是不得救的 而绵羊、山羊的那些 山羊没有造在主的身上 没有造在一个弟兄的身上 就是没有造在主身上 他们也是进入永刑 即是一个人信主 但他没有服侍主 因此埋藏 他没有去爱帝英姊妹 他的生命是有问题的 他是不得救的 所以即是说得救的表现 不是得救的方法 而是表现的 得救的方法就是悔改信主 得救的表现 我之前 其实有些是包含在内面 所以悔改可以包含在遵从那里 如果把他拆开来说 就是悔改离罪 更有信靠神 去亲近神 亲近神也会包括爱神 和遵从神 和结果子 这些都是生命的表现 即是一个真教徒 所以我们都说 我们是否真的和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 而不是好像我要做一些事情 我和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 我提供神的恩典 我提供神的恩典 神的爱 所以我会回应他 也都知道神是会审判的 所以任何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至于这些事 我们讲到灾难前辈提 圣经是清楚说了是耶稣回来的 那我们就去研究这件事 是否真的 如果是真的 因为圣经有警告 圣经有这样警告 其实在《摩西五经》有警告 在《啟舍律》有警告 在《圣经》的话语上 加添什么 或者减少什么 神都会将《懲罚》降到身上 在《摩西五经》有讲过 在《啟舍律》也有讲过 所以我们 就要小心我们的教导 我听到什么教导 包括《四年充满》也是 我一接触 我就去研究 是否真的合乎圣经 我看得到真的很合乎圣经 圣经真的这么说 而我们追求的方法 都是爱慕神 亲近神 和处理生命 对付罪 由全心跟从圣经 所以这是合乎圣经 而任何的教导 如果不合乎圣经 我们就不要说 有几种可能性 圣经说了 我就是跟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这样的时候 这是最合乎圣经的方法 因为我们不能够加添 或者减少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时代的危险 但是 好了 我们相信耶稣回来 就是被提 对于我们预备回来 耶稣回来 有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 我们随时都准备好 因为我们都要交上 我们生命都可以很大的果效 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们自己又得福 我们周围的人 又可以得福 又可以祝福很多国家 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很多 敌党基督的势力很强劲 现在你看新闻 都经常看到 那些仗 打那些仗 现在很多都是 有些敌党基督徒 或者敌党 就是任何的其他宗教 他都排斥的 这种的力量 更加叫我们警醒 而且更早快去那些国家 当然我们不是立刻去 有些国家 明明那个迫迫很紧 要立刻去到 你即是可以立刻被人捉去 判死人都未停 就是我们不是要你们去做 但是呢 如果我们知道 也有某程度是安全 我们都可以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这个时候 那个机会一过了 可能整个国家 已经没有机会 我们再进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 就是要问神 这个国家是否我们要去 就可以令到更多人 坚定信主 还有有美好见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时间很逼切的 但是我们逼切就是说 我们跟从神 是神喜悦的 神会祝福的 而不跟从神的时候 的确是会失去神最美好的计划 而且也会有 圣经来有广道 有管教 也有懲罰 就是好像阿拉尼阿撒菲拉 他们讲大话 又会被杀 就是我们不一定 经常都要用 律法来警告人 不要犯罪 但是这些都是圣经有的 警告来的 就是说 犯罪是可以 失去神的救恩 和得到神随时的懲罰 但是我经常鼓励人 多些是用神的恩典 神的爱神的计划 我们行这个计划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用这些警告 因为圣经有说的 的确当人没有遵从神 圣经有说过 那些不结果子的 就要坎坎 雕在火里烧了 诗世语也有说过 耶稣也有说过 所以是可以有这个警告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一些不合乎 就是圣经没有说的 来到去警告人 我知道很多年 有一个警告的 如果你现在不快点听话 你就会信耶稣好 你就会经历大灾 那你信耶稣好辛苦 他用这个来推动人 但是这个是圣经没有说的 就是我觉得 推动人可以用 就是我说的恩典 神的计划 和神的祝福 亦都可以说 当我们没有遵从神的时候 神可以将我们斩下来 但是不要用一些 圣经没有说的支持 的教导来 去鼓励人去遵从 其实正是有足够的原因 去提醒我们去遵从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